陪着云二参加铺买的人自然是阎老大和景墨岸他们 陈寰认为有自己的护卫队在 商铺就不会有任何的麻烦 皮匠恢复了健康 只是脚上的洞伤还没有完全好 他不过云二的劝说 执意依人走进了茂密的树林子里 他依旧没有放弃观察那些尼古寨的鬼影子 人处在悲惨境遇的 总希望能够获得别人的搭救 至少大伙计已经哀求的瞅着二少爷 希望能够从二少爷这里获得足够的资金 买下堆积如山的人身 夺在自家商铺的这几天 又有好多家商铺被人洗劫了 只要是大宋勋贵家名下的商队 都被洗劫得很可爱 因此没有人再有财力来收购 摆得像萝卜堆一样的人身了 只要是来辽东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这里的人只认真金白银 不要一物一物 最喜欢的是大宋庆历八年铸造的铜钱 云家每年冬天来辽东做交易的时候 都会带购足量的铜钱和金子 至于白银 在大宋都非常的值钱 所以没有必要运到辽东来 今年代的金子和铜钱尤其的多 面对堆积如山的人身 却显得力不从心 大伙计的眼睛已经变成了红色 在赚大钱的生意面前 他最后的一点人性都消失了 他不仅蛮横的搜刮光了 商队上下所有人身上的金银铜板 依旧入不敷出 只好哀求的瞅着坐在人堆里的云二 骄子这东西人家不收 不管是辽东野人还是高丽人 都不收骄子 云二没办法把怀里的珍珠袋子 塞给了大伙计 大伙计手里有了本钱 一刻都不停歇的来到一个野人的台子面前 狗一样的用鼻子袖袖扣在地上的破瓦罐 在这个破瓦罐下面 扣着今天要铺埋的人身 一个光洁的瓷盘子被拿了过来 大伙计小心地倒出了一颗珠子 珠子一放到白瓷盘子里 就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看清楚 这可是走盘主 老子今天吃点亏 就用这颗珠子换你们族群今年的收场 不管吃亏占便宜 老子要定了 开呀 云二不得不承认 铺埋现场就是大伙计的天地 他红着眼睛 两只手在粗糙的木桌子上拍得山响 气势惊人 左臂上的伤口都被震开了 血流得满手都是 他却看都不看一眼 一个须发灰白的老野人 小心地端着盘子 走到旁边的桌子旁边 放下手中的盘子 用野人画和苏拉海牙的手下交谈 大伙计见走盘珠 被苏拉海牙的手下收起来了 就愉快地翻开那个很大的瓦罐 瓦罐底下 全是一根根用画树皮和苔藓包裹起来的人身 取走了六根之后 大伙计就笑得小舌头都露出来了 只要是野人举行的铺埋 他都非常喜欢 如果是大宋东京山谷组织的铺埋 大伙计看都不会看一眼 石城人就是女真野人这样的 只是今年见不到多少好貂皮 这让人非常的遗憾 这位师兄如何称呼啊 一个全身都裹在皮毛堆里的契丹人 站在云二仪掌开外拱手问道 云二笑道 黑山岛上风高浪急 谁知道明天是不是还有命相见呢 为了避免伤痛 您还是喊二郎为好 齐丹人笑道 好一个不知名的二郎啊 您说黑山岛上风高浪急 老夫以为这全天下又何尝不是一片漆黑呢 既然我们即便是相识也是陌路 何不为这个奇妙的说法 共敬一商酒啊 云二摇摇头 如果在东京遇到先生这样豪迈之人 在下定会与您大罪一场 只是如今身在黑山岛上 我们还是保持清醒些为好 契丹人建云二并没有和自己交往的心思 拱了拱手 既然如此 老夫倒是非常的期盼 能在东京宣武门外的巷子相见 听他这么说 云二就知道 这家伙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了 这不要紧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想要自己保密的人是苏拉海牙 云家人走到辽国境内了 傻子都知道一定是不怀好意的 从来没有人认为 云家和辽国还有什么可以妥协的可能 十几万辽人死在了云大的手中 即便是最开明的辽国皇帝 也不会接纳云家 这种血海深仇 已经深深的根植在血脉里了 小伙泪流满面的蜡像 还矗立在大宋的武德殿里面 和其余的一些战利品一起 每年要接受大宋国子舰建胜的参观 每三年一轮的轮才大典之后 武德殿也是那些新贵们 必定要学习的课程之一 云二很希望 其他人知道苏拉海牙 在和云家接触 虽然自己发誓不会说准去 但是不妨碍别人猜测一下 最好是能够猜到嘛 这样就会逼迫苏拉海牙 没了后悔的余地 至于自己的安全 云二认为 只要自己在大海解冻的第一天就来到海上 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而苏拉海牙的渤海国能不能建立 也就不管云家什么事情了 至少可以给辽国制造非常大的麻烦 通过这些天的了解 苏拉海牙在这一带势力很大 且不说来自他本族的职制 仅仅是墨河 女真就让他有了足够抗衡辽国东北军队的实力 谈生意的都是每家的伙计或者掌柜 主人一般很少出现在这里 但是这次似乎有点不同 一群不相干的人站在巨大的火堆边上烤火 什么种族的人都有 云二甚至看见了有高丽人正在那里慷慨激昂的说着什么 云二带了阎老大他们刚刚靠近一点 那群人就警惕的瞅瞅云二 然后就皱着眉头离开 去更远的地方继续交谈 云二没打算停下来 厚着脸皮继续凑过去 人家继续往外面让 如果不是云家的护卫看起来比较凶寒 那些人的护卫早就过来找麻烦了 就这样不知不觉的 那些人渐渐走到了铺买市场的外围 阎老大不许云二再走了 市场的外围都是挨挨的白雪 藏一些杀手实在太容易了 上次那些穿着白色衣衫的杀手 就是藏在雪堆里面的 铺买市场和交易市场不同 这里是一片很大的空地 就在空地的最中心 支起一些简易的帐篷 供所有人交易 就在铺买市场的周围 云二第一次看见了 苏拉海牙的手下 在不停的巡索 嗡的一声 似乎有什么东西飞起来了 像蝗虫起飞 又像是群鸟投林 这声音对云二他们来说太熟悉了 这是鲁剑脱离鲁弓飞起来的声音 虽说动静小了点 百师之鲁剑还是有的 云家人迅速站成一列纵队 这种队形最能够减少鲁剑覆盖带来的伤害 阎老大站在最前面 一柄长刀已经出现在他的手中 看着稀稀疏疏的鲁剑落下来 他忽然转身就跑 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还在鲁剑的射程之外 那些正在商谈事情的契丹人 女真人 高丽人 摸河人 却恰恰就在鲁剑的笼罩范围之内 云二快速的倒退了向后跑 还有功夫欣赏一下鲁剑覆盖的效果 大宋制式弓弩的效果很好 那些箭头上刻着振武扬威字样的箭头 这时候一定是高速旋转着落下来的 刺耳的尖笑声一定是血槽高速摩擦空气 发出的索命之音 果然 野人身上厚厚的皮衣挡不住剑簇 云二亲眼看见一只鲁剑划着弧线落下来 钻进了一个穿着熊皮袍子的野人首领的胸膛 不见到鲜血冒出来 当那个野人扑倒在地时 他的后背上露出了半截尖锐的箭头 在黑色的熊皮中显得非常显眼 弩箭覆盖应该是三连机的 云二遗憾地看着依旧好好站在那里的二十几个各族头目 如果有三连机 这时候那里面能站着的人应该不超过两个才对 一道血线已经滚滚地涌了过来 仔细看才能看清楚那不是一道血线 那就是一大群穿着白色衣衫的人 他们是从太阳的方向跑过来的 阳光反照在雪地上 只能看见晶莹一片 这种刺眼的光芒 如果看的时间长了 眼睛就会红肿发炎 好几天之内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 怪不得阎老大会跑 弩箭和太阳光一起落下来 根本就分不清楚弩箭在哪 也就是说 想要挥刀阁挡都没有可能 那边已经乒乒乓乓地打了起来 苏拉海牙的部下 才从另外一个方向冲出来 静止向着白衣人所在的地方冲杀过去 云二退回到铺卖集市 一个劲地催促大火去 赶紧整理自家已经买到的货物 趁着苏拉海牙的人拖延时间 自己还能够回到商铺里去 二少爷 您说那些白衣人比苏拉海牙的部下厉害 大火机摸索着自己 清须须的下巴 若有所思的问道 云二撇了撇嘴 天时地利人家站定了 如果那些人真的能够表现出 那天那三个死士的一半厉害 他们确定就赢了 阎老大在一边倒 他们已经赢了 我敢保证 半个时辰之内一定会分出首富的 苏拉海牙唯一的错误就是留在岛上的人太少了 大火机古怪地笑了 回头瞅瞅自己手下的小火机 缓缓地抽出自己的刀子 神情有说不出的诡异 云二正要发问 却看见大火机的长刀狠狠地砍在刚刚还在和他讨价还价的高利上骨的脖子上 长刀砍尽了脖子 他顺手一脱 高利上骨的人头就滚落下来 大火机怪叫一声 抢啊 谁抢到是谁的 与此同时 云家的六七个小火机以及四个护卫 也纷纷抽出刀子砍倒自己身边的伤骨 铺买市场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桶火药 在最短的时间里炸开了 看到恶狼一样在人群中厮杀的云家伙计 阎老大深深地吸了口气 娘的 比老侧还狠呢 手下都不打招呼就开始抢劫了 云二身为主人这时候 即便是不上也不成了 阎老大等人似乎有些激动 估计是很长时间不干这种没本钱的买卖 有些手痒了 云二到底还是有些羞耻感 只用自己的短毛将身边围过来的家伙挑飞来就是了 不过当那些高利人开始组成阵势冲过来时 云二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应对 大火机虽然在义无反顾的抢劫 却无时无刻不再注意云二的安危 见高利人枪兵在前刀兵在后 还有三个弓箭手拉开弓准备射箭 他立刻点燃了一个火药弹就抛了过去 火药弹的目标不是前面的枪兵 而是后面的弓箭手 就在刚才短短的时间里 弓箭手已经射翻了三个向他们伸手的家伙了 火药弹在高利的军阵里炸开 那个弓箭手更是首当其冲 火药弹在坚硬的雪地上炸开那些碎裂的弹片 呼啸着没进了他们的身体 其中一个高利弓箭手的脑壳都被削掉了一半 这是火药弹分解不完全的结果 高利人的商团是黑山岛上最大的一致 因为距离近又有高利二王子的支持 他们能动员的资源太多了 每次做生意让大火鸡他们恨得牙根都痒痒 因此大火鸡在看到机会之后 果断的下手抢劫了 纷乱已经蔓延到了整个铺卖市场上 大火鸡用火药弹和弩剑威慑着其余的人过来 他手下的小火鸡 匆匆忙忙的将高利人摊子上的人身 全都搬到自家的马车上 大火鸡并不贪婪 拿空了人身之后朝云二黑黑一笑 就簇拥着云二没命的往自己的商铺跑 此时那些白衣人已经突破了苏拉海牙部下的拦截 也开始向铺卖市场进攻 高利人的主力已经被云家的护卫和伙计给打残了 再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货物了 想要逃走 他们的身边已经围满了各种各样眼红的强盗 为首的高利人绝望的呐喊一声 就被人潮所吞没 人在雪地上无论如何都是跑不快的 为了甩掉追兵 一群人堪称连滚带爬向前跑路 上千人的混战 自己十几个人混在里面太不起眼了 云二一边跑一边把因为胳膊受伤 很难保持平衡总是摔倒的大伙计扔到马车上 怒吼道 你的娘子就是这么做生意的 大伙计擦一把脸上的汗珠子 回头往后瞅了一眼 见追兵已经被甩在远处 不由得大笑道 二少爷 咱家最出名的可不是货物啊 是战士 有这么好的战士 专心致志的去挣着撒瓜俩枣的 划不着 您知不知道 咱家最赚钱的三条商道 其中一条就在辽东呢 其余的两条 一条走天竹 另外一条是走岭南的 这三条商道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去的都是蛮黄之地 越是没有王法的地方 咱家的商队 那就越赚钱呢 看样子啊 这群人是抢劫抢习惯了 陈焕早早就在路上接应了 看他沉着冷静的样子 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吃惊 让过马车之后 他自己的手下就依次后撤 等到马车进了商铺 他的属下也正好全都撤回来 咣当一声就关上了商铺的大门 所有人都松懈下来 伙计们把武器全都收起来之后 又变成了谦逊卑微的那副模样 开始捡点马车上的人身 准备登记入库 如果不是因为满身的血迹 哪里有人会想到 这群人刚刚激起了一场极为混乱的斗杀 大伙计有大伙计的差事 云二有云二的差事 因此大伙计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必禀告云二的 赚钱才是商队的天职 至于帮助云二在黑山岛打开局面 只是一个捎带的任务 云二激活敢肯定 这支商队里一定会有星盘的人在里面 只可惜不知道是谁 不是一条线上的 人家不会自动出来表明身份 控制这些人的是花娘 不是自己 见识了云家别开生命的生意之后 不光是云二为之感叹 就连阎老大他们也一直认为 跟着云家一定会非常有前途 大伙计的一下子不但把刚刚付出去的金子和铜钱抢回来了 还把人家高丽人的人身也全都搬回来了 这样要货又要钱的买卖如果不发达 那才是见了鬼了 云二爬上房顶的大平台 远远的看见铺买场上的战斗似乎越发激烈了 看不清楚都有谁在战斗 但是偶尔传过来的几声爆炸声就能判断出来 尼古寨的那些鬼影子如今依旧在战斗 似乎正在慢慢的取得胜利 因为火药爆炸的声音越来越稀少了 陈焕走到云二身边 二少爷 咱们的陷阱也捉到三个人 都是您说的鬼影子 我们没有伤他们 只是困在柴房里头等候您的发落 云二抽抽鼻子 所问非所答的问道 陈焕啊 你也是贾子营出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陈焕笑道 少爷 咱们家子营总共有三千一百六十三人 过了今年冬天 可能还要增添十几个娃娃 您怎么可能谁都见过呀 倒是大公子应该能够把人认全了 你觉得我大哥要在占据几座海岛当海盗 这事你有没有意见 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陈焕笑道 自然是能成的 咱们家子营 每年都会有不少的新生命降生 如果总是在大宋这个牢笼里面生活 即便是猛虎 也会被养成小猫啊 咱们要的可不是这个下场 好不容易把脊梁挺起来 谁的娘的愿意再次塌下去啊 总要自由自在的才好嘛 云二摇摇头 他忽然发现大哥的意志已经贯透到了这些人的心里头 这种意志很难被扭转 怪不得大哥在造反和不造反之间纠缠了那么久 有这么一批人存在 大哥如果在大宋继续干下去 不管他愿不愿意 这些人一定会把黄袍披在他村上 这已经和道德观念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和大哥个人的意志无关 只是单纯的需要而已 大宋自从建国立庙以来 对五人只有无休止的打压 这种打压却是在一定程度上 抑制了武将乱全的可能 给大宋制造了上百年的平安 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武人对这个国家的详心力 百姓对这个相对平和的国度有详心力 士大夫们对这个皇帝与自己共治的国家充满了详心力 唯有这群被边缘化的武人 对这个国家几乎不存在多少感情 因为他们从这个国家得到的 只有无休止的凌辱和满满的恶意 铺埋场那里的战斗似乎慢慢停歇下来 旷野里的兵人碰撞声和厮杀声渐渐消失了 午后的寒风再次来临 不过这次没下雪 寒风卷积着雪花 让天地重新变成了白茫茫一片 刚刚干完体力活的云家商队 开始饱餐一顿 伙计们对自己今天的行为非常满意 除了两个受伤的 剩下的都活蹦乱跳的回来了 还带回来这么多的货物 实在是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 于是他们决定犒劳一下自己 从雪地里掏出冻的邦邦硬的羊肉 扔到大锅里洗洗 然后就在大锅里堆满血 开始煮羊肉 大伙计开心的招呼阎老大他们一起动手 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刚刚做完一笔大买卖更加让人愉快了 大宋薰贵的商队被人家抢了个精光 今年能带货物回去的只有自己一家 也就是说 今年的人参买卖全都是云家商队自己说了算 至于那些没死的大宋人 自己支援一点粮食 让他们熬到开春 这是仁义 但是货物大伙计绝对没有和那些人分享的打算 他甚至在想着如何想办法把尼古寨鬼影子们手中的人参也弄过来 这么一来 别人就连一点得到人参的途径都没有了 羊肉很快就煮好了 每人分了一大盆 蹲在被封的地方 大嚼特嚼 一口清爽的酸菜 再来上一大口滚烫的羊肉 最后用一口烈酒送下去 这种日子那简直就是真正的天堂了 大伙计和陈焕嘀咕了一下 他们发现二少爷确实对那些鬼影子没什么兴趣 大伙计的眼珠子咕噜噜转了一下 就单手端着羊肉盆走到柴房门口大声喊道 哎 绳子磨断没有啊 如果磨断了就出了吃羊肉了 躲在里头干什么呀 说完话就立刻走开 三个枯瘦的汉子狼一样从里面冲出来 每人手里头还握着一根粗大的柴火 蹲在房檐下吃羊肉的大伙计 见他们出来了 就胡乱直至炉子上架着的三口大锅 火都快灭了 把柴火塞火里 盆子在上面 自己去捞肉去 凉了可就没法子吃了 说着话 还从袖子里头摸出个蒜瓣 咔嚓一声咬上一口 继续低头吃肉 三个汉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把棍子轮到一个邀请自己吃肉的人的脑袋上 他们一时还做不出来 最前面一个汉子咬了咬牙 咬杀就杀 少来羞辱爷爷 大伙计抬起头来 奇怪的瞅瞅三个汉子 怒道 谁他娘的有口杀你们啊 现在都他娘的起了白毛疯了 吃完羊肉暖和了身子 赶紧滚 不吃东西 我保证你连一里地都走不出去 就会冻死的 赶紧的吧 一个年轻些的小子跳起来道 你们已经杀了赵大哥 蓝大哥还有李大哥 这时候假惺惺的说这些话 大伙计冷笑道 那三个人偷袭我家少爷 我们用弩箭射穿他们的腿有什么错啊 他们可不是我们少爷杀的 他们是自杀的 尸体你们带走了 不会不知道吧 我家少爷的身份贵不可言 要是在大宋 他们这么偷袭 怎么都逃不掉一个死罪 要不是我们发誓不杀宋人 连你们都会被一起干掉 现在吃羊肉去啊 吃饱了就滚去找你家首领 告诉他们 我们家也是军们 你们要是来寻仇 爷爷接着就是 死了三个人算什么鸟事啊 爷爷当年在战阵上杀的人 早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大伙计说着话 一脚就把身边的铁盆子 踢出去三个 铁皮盆子叮咛光浪的 滚到了三人脚下 他自顾自的继续吃羊肉 为首的汉子打了个寒斩 白毛风冻似人不算稀奇 如果肚子没食物 随时都会倒闭在路上 当下他咬了咬牙 对着其余两人道 先吃饱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报仇 从地上捡起了三个盆子 一人一个 大踏步的来到羊肉锅跟前 装了满满的一盆子 也跟着大吃起来 大伙计飞快的吃完自己的羊肉 去棚子底下拿了一摞子吹饼 挨个儿在三人的盆子里放下去 小夕写的道 你们的来路啊 我家公子已经知道了 不过我们家也是大宋的薰贵 虽说是军门 却不敢得罪皇帝啊 你们也知道 全大宋的人都看着皇帝的眼色活人啊 谁沾上你们谁倒霉 不管是书密院还是兵部的侧部上 你们都已经是死人了 朝廷给你们家里的抚恤也已经发出去了 听说还算优厚 这就是说你们是不能活着回去了 一旦回去了 对皇帝不好 对书密院不好 对兵部不好 对你们的家人也不好啊 我们家呢 本来不该沾上你们 我家大帅在朝中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罢了 谁叫你们同事军门一脉呢 能帮的还是要帮的 你们回去问问主事人 愿不愿意和我们家做交易 既然你们弄了不少好东西 如果愿意就找我交易吧 估计你们需要船和兵人 还有弩箭 如果有足够的弩箭 刚才在铺卖市场上 就不用短兵相戒了 为首的汉子放下空空如也的盆子 瞅着大伙计鸡翘的倒 我们还要买火药 你也能弄过来 大伙计黑黑笑道 就知道你们会这么问 你们知不知道 咱们大宋的火药这么些年下来 已经制造出了多少种啊 卖给苏拉海牙的不过是最初级的一种 如今这种火药 咱们大宋军中好些人都不愿用了 虽说这东西事关国家安危 即便是咱们不愿用 也应该是销毁 或者看着它慢慢的失效 可是不行啊 满世界的人和国家都想要咱们大宋的火药 有了这东西 军力至少能提高三成 苏拉海牙早就想造反了 可是他不敢呢 如果卖给他一点火药的话 这事啊 可就难说了 三个白衣人听了这段话 全都愣住了 为首的汉子闭上眼睛 伸长了脖子 原来你们是密蝶丝的人 老子活的时候是个糊涂蛋 没想到死了也是个糊涂鬼 听说你们擅长斩人手机 下手利索些 莫要让老子受罪了 站在二楼已经看了很久的云二 发话了 回去吧 既然回不了大宋了 那就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来 都是五人 天生的刀头舔血的命 爷爷们生在天地间 总要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 好好地活着 在这里落地生根也好 开枝散叶也罢 总归是要活下去 你们尼古寨的上万兄弟 如今剩下的人不多了 总要为战死的兄弟 留下几个供奉血食的人吧 白衣人朝云二抱拳道 张三知晓了 回去一定和兄弟们商量一下 如果大伙愿意忘掉赵里兰三位兄弟的血仇 我们自然没有二话 如果兄弟们不愿意 下次老子会继续和你们拼命 了不起自杀了 把今天那条命再还给你 说完这些话 他就带着另外两个白衣人走出了大门 很快身子就隐没进了漫天的大雪中 云二从楼上走下来 拍拍大伙计的肩膀 你以前在甲子营的时候挺傻的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聪明了 刚才我都不敢相信那些话是你说的呀 了不起呀 大伙计苦笑的 二少爷啊 这有什么奇怪的 咱家的商队如今东南西北都有 南边的海商已经走到狮子国去了 小的每年都要走近万里的路啊 见识无数的人 还是各种各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吃了不少亏 也有人死掉 吃亏的多了 就只好玩命的变聪明 您看到的就是变聪明之后的雷家老三呢 是啊 对手也变聪明了 我们至少要比对手更聪明才成 好好干吧 以后你的聪明还有大用场 云二再次鼓励了一下大伙计 就回到楼上去了 等自己僵硬的手暖和过来之后 又开始给大哥写信 以前的时候 云二认为大哥和自己 就算是这个天下最聪明的人 现在不这么看了 云家的一个伙计就能让他刮目相看 天知道在云家这个庞大的体系里头 还有什么猛兽藏在里面 大哥这些年变得懒散了 总说自己身边的人已经不能用了 这何尝不是说大哥对整个体系里的人的控制力在减弱呢 人只要变得聪明了 就学会了质疑 这是一个很坏的毛病 在质疑中不断的找到答案 不断的质疑更高级的问题 到了最后 说不定就会质疑大哥解决问题的正确性 或者提出猪如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 而不是飞到天上去这样要命的问题 给傻子一块石头 他就会高兴的扔着玩 想要以前的甲子营的人快乐 就要给人家粮食 想要得胜归来之后的甲子营的人快乐 就要给人家许多钱 如今 甲子营的人已经不缺少金钱了 他们开始追求更加高级的梦想 比如 娶两个老婆之类的事情 而姓雷的大伙计 这种变异的甲子营的人 已经开始追求精神上的富裕了 再这么下去 不给大伙计弄个县令 或者知府当当 那就是委屈了人才 云二固执地认为 当家里的仆役们 讨论门扇是否要修补 都开始拿相对论说是的时候 云家一定会土崩瓦解 自己兄弟两个 只能背着自己的娃娃 拖着自己的老婆 重新逃回原始森林 当野人去了 现代的政治经济学 只能制造出一大批冷血的商人和政治家 而云家的泛义政治经济学 却只能造出一大批的变态来 很难想象 以前那个流着鼻涕 三棒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雷家老三 如今可以熟练地把自己的能用的条件 每一样都发挥到最大 来忽悠别人 怪不得大哥越来越烦恼 怪不得大哥会迫不及待的 要自己来开拓云家的海外家园 再这么下去 这个历史上格外富裕的大宋皇朝 就会被自己兄弟两个生生毁掉 后现代的思维和封建帝国的思维碰撞之后 就变成了黑洞洞的恶魔思想 它绝对不会变成什么资本主义或者别的 资本主义只要有市场就有一切 而这种嫁接在封建帝国肢体上之后的 后现代主义 它必定会表现出封建的等级 独裁 天下不围攻的所有负面形态 还会有资本主义等等 所有兄弟俩所能想到的思想的负面形态 到了最后 除了毁灭之外 那是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啊 现在 云二也认为 大哥的做法是唯一的选择了 把一群妖怪困在海岛上 让他们自生自灭 最后再来看看这群人到底是在相互攻发中毁灭 还是能够坚强的找出一条新的路子 一开春就要怂恿苏拉海牙造反啊 即便是他不造反 也要逼得他造反 就算不能利用苏拉海牙来拖辽国的后腿 也要让辽国摧毁苏拉海牙 等他的势力被削弱之后 云家才有机会真正接受这家伙的遗产 白毛风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已经停了 漆黑的夜空中一轮圆月冷冷的将清冷的光辉洒下来 明明没有雪 可是只要把手探出去不大功夫 已经被冻僵的手掌上就会落上一层薄薄的冰花 天气极寒 总有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总有一两声凄厉的惨叫传过来 这是尼古寨的鬼影子们在巩固自己的地盘 杀人者的血总是冷的 因此在这样的寒夜里 杀人者总是显得更加冷酷一些 时间像是被寒冰冰冻住了 云二手中的茶杯握在手里 杯子里的水汽总是不见少 以至于水面上覆盖了一层薄冰 他依旧一无所知 秦国亲自给他缝制的手套很暖和 虽然很薄 因为是水雕皮的 所以隔绝了外面的寒冷 他开了窗户 阎老大等人都感到了寒冷 却没办法说云二什么 因为他是主子 披着一身老羊皮的皮匠 把脑袋从窗户外探进来 瞅着云二笑道 二少爷不必这样 关上窗户 喝着酒 等老夫回来就成 云二摇摇头道 我没等你 我只想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一下 想想从哪里找几个比较笨的下手 武沟河上 云游到了窦沙关 他如今不再是白云寺的主持大师 所以只能在白云寺挂单 老朋友来了 云正第一时间就放下手里的公物 去白云寺看武沟 不过他在窦沙关也没有多少公物可干 只有源源不断的建昌府难民 给他增添了一些麻烦 崔达也从拱县的皇帝灵寝处回来了 只用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他就修建完成了一座豪华气派的墓地 你们不知道啊 拱县灵寝之地整整聚集了不下三万人 抬石头的都是好工匠啊 每天干活根本就不需要山灵史催促 大家都是只要天一亮就立刻开始干活 直到日落西山才收工呢 后来大明府的一位勋贵 干脆带着人挑灯夜战了 咱们属地的人怎么可能输给他们呢 于是大伙就在灯笼里头 点上最上等的牛油蜡烛跟他们拼了